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基本上来说今天盘氏的话符合我是应该打包过没有刚刚行情后他下跌了400多点连续在四天里面左右 所以基本上来说未来的盘氏的话可能会比较进入一个混沌的行情 那基本上来说如果他真的还想要突破年线再持续的反弹的话可能他会来这边的时候他打底的时间比较久 做一个一连串的横轴的整理以后才有机会再往上空一波 那应该就属于攻击的捉一波 那捉一波的话可许还有什么利多消息的话可能 这个盘氏可能大概就结束了 所以基本上来说我是跟大家建议说这一波是属于反弹波 那反弹波的话竟然是做多的股票为准 那如果进入了跌市的话他竟然就是以空口的股票为准去放空的股票 那今天期货来讲的话一开反开开地以后直接做一个空方巡号 在8540这边做放空 放空原因是不是出个空方巡号 绿色部和绿色部和您走一下 8540放空以后直接灌下来就非常非常快 那灌下的原因非常大原因就是他成交量有放大 成交量放大的话他当然阶梯往下走的速度会非常快 那如果要涨的时候也是要有成交量带动 他阶梯涨的时候比较快 在8540你这边放空 往下跌过程中在8020可以将你的多单给平 空单给平常调 因为这边出现一个红色部分 红色部分您走以上 这几个点会出现的时候就是开你的空单给平常调 那后面的话就不予考虑了 后面如果你做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 它也是符合我们对指标上的定义 只是说我们做比较好的那一段而已 后面那段我就不愿意建议投资者去操作 那这边来上的话也是一样的意思 一开盘开高以后在8800这边做多 往上涨的时候有红色部分 红色部分您走以上 往上涨的时候在8882的时候 可以将你的多单给平常调 平常原因是出现一个空方讯号以后 这边出现绿色部分您走以下 就将你的多单给平常调 其实每一天每天跟大家来这样跟大家来分享 其实我讲的方法已经非常非常的简单 只是跟大家说 有没有能够去吸收我说的一些方法跟方式 然后靠着指标的应用来讲的话 其实你的操作方面来讲的话 应该会进步很多 只要不要有反方的思想 也就是说看到指标做红色部分 往上的时候去做多 红色部分 红色部分您走以上去做多 通常多方的感觉 比较不会差很多 不要认为他开高以后直接往下杀 除了随便出现绿色讯号 往下杀的时候 他去做空的话 这样一面会比较大 这边也是一样的意思 开盘开高以后在8695这边做多 错多原因就在于 因为红色部分 红色部分您走以上 在8695做多 往上涨了的时候 在8721的时候 可以将你的多当给品尝掉 品尝的原因就是 发生绿色部分 绿色部分您走以下 所以基本上来说 只要符合我对指标上的定义 我在边来讲话 跟大家定义的非常清楚 只要出现红色部分 红色部分 您走以上就是做多 出现绿色部分 绿色部分您走以下 就做空 这样子的话 多空都可以操作 那这边来说的话 也是一样的意思 开盘开低后直接往下杀 虽然这段你可能不会做到 那如果做不到的话 没关系 因为这边有第二根脚的话 它会有许有一个反弹 或者行情 在8530这边做多 做多原因就是 是不是红色部分 红色部分您走以上 往上涨过程之中 在8583的时候 可以将你的多当给品尝掉 品尝的原因是在于 出现绿色部分 绿色部分您走以下 将你的多当给品尝掉 所以基本上来说 操作股票来讲的话 只要能够发现这几个重点的话 其实操作股票 其实不会太难 那这边来说的话 也是一样 开盘开高直接往下杀 就是做空 如果开盘开高以后 直接往上涨 红色部分就做多 所以基本上来说 只要看上绿色部分 在8680这边做空 往下跌过程之中 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回复点 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复 或者是说跌下来的时候 可以在8600的时候 可以将你的空单给回复掉 其实来讲话 只要能够你的讯号 能够很准确的 让投资人去知道说 他是要往上还是往下的话 其实操作来讲话 不会很困难去操作 除非是说 等到他在转折点的时候 你操作他的话 你的受损害的机会会比较大 比如说当一个波段 涨幅握大的时候 他在做震荡的时候 你可能进去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容易受伤 当他开始发动的时候 直接发动往下的时候 这边出现空方讯号的时候 因为这边全部都是多头 他刚好往下的时候 那边就是空方走势 直接放空的话 可能获胜的机会比较大 那这边来说的话也是一样 开盘开梯直接往上涨 往上涨的过程之中 其实没有在过 过这个高点而已 只是回补他的缺口 往上涨的过程中 其实出现空方讯号 在87600这边做放空 放空原因就是在 因为他是绿色部分 绿色部分你走一下 这底位放空的话 你的获胜机会比较大 当你放完空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K棒 自然而然的 会由绿色部分 一直由绿色部分去承接下来 表示你做的方向是对的 当你发现你放绿色部分的时候 忽然又红色部分 马上涨的时候 那就表示说你做错了方向 所以当一个趋势成型的时候 颜色自然而然的 就会一个连续的走势 丢滑地溜下来 成为下跌的区段 在8700这边做放空 往下跌过程中 在8630可以将你的空单给回补掉 回补的原因就在于 出现红色部分 红色部分 红色部分0周以上 这几个点位发生的时候 就可以将你的空单给回补掉 这边一样的意思 一开盘开地以后 直接往下 在8700这边做放空 往下跌过程中 其实没有任何的回补讯号 出现绿色部分 绿色部分0周一下 只要这顶位都是绿色部分的话 就是做放空 就是转你的架差 那8700这边放空 在8670的时候 可以将你的空单给回补掉 回补的原因就是在于 出现红色讯号 红色讯号0周以上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种突袭的话 大家以后一定会常常见到 为什么 这是叫送分题 也就是说 在进入了多方走势以后 一定会进入空方走势 这种图的话 未来一定会常常发生 那多方走势 在讲话 一开盘开高 8580这边做多 往上涨过程中 其实没有任何的回补点 而且颜色颜色 颜色非常非常清楚 只要出现红色讯号 红色讯号0周以上 这几个点位去做多的话 你的获胜机会比较大 什么时候回补呢 在8660的时候出现空方讯号 零周以下绿色部分 将你的多单给平仓掉 那这边来说的话 也是一样的意思 一开盘开高以后 没有走高 它往下跌 就是做空 一开盘开高 走高 往上涨的时候 就是做多 红色部分 所以这两个人来讲的话 其实对多空来讲的话 投资应该非常非常的有概念 那往上涨的时候 就是做多 8480这边做买进 8570可以将你的多单给平仓掉 那这边来讲的话 只要一开盘开高 往下煞的时候 在8520这边做放空 放完空以后 在8460的时候 可以将你的空单给回补 那这边说话 一开盘开平的话 就是在多空交战 那多空交战的话 在8380这边做买进 买进过程之后 自然为了红色部分 在8490的时候 可以将你的多单给平仓掉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意思 一开盘开高 通常一个股票的开高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开高如果在多头的话 它自然会开高 走高过前高 但是如果你是进入了一个 快一个转折点的时候 它通常开高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转折点 那开完高以后 自然而然的 就会溜滑梯往下溜 在8200这边做放空 往下跌过程中 其实没有任何任何的回补点 在8080的时候 可以将你的空单给回补掉 那这边也一样的意思 一开完开高直接往下刹 在8300这边做放空 往下跌过程中 其实这里有 稍微有反弹的区间 如果没有的话 还是直接在底下 在8240的时候 可以将你的空单给回补 那这边来说也是非常明显 这图的话 也是跟大家一定要非常记住 这张图的走势 因为这未来 还是会发生 一开完开低以后 在7200这边做放空 放空下来之后 这边一定会出现 非常非常大的量 也就是说 它属于逃命的感觉 让所有的重码换手 给另外一方 在7200放空以后 往下跌过程中 在7200将你的空单给回补掉 以上进广告时间 谢谢各位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进入股票的时间 那基本上就是台阶开始说起 我跟大家包括140块 一定是非常大的压力 果不其然它就进入140以后 变成了相形 相扶相形的政大 那基本上做政大来讲的话 他就是为了要逢高去出脱他的股票 为什么从118这边往上涨幅程中 有获利的投资人 或主力或大户 一定会在这里时候 出现高档政大 顺利的将你的持股出脱 所以基本上来说 不要再期待台阶电 会有非常大的一个破壮行情 因为上次跟大家包括 他前面有很多的套牢卖押 那套牢卖押的话 又进入我们对他指标上的定义的话 或许出现绿色部分 绿色部分你走以下 这几个点刚成立的时候 表示说他已经稍微进入一个空房走势 那空房走势的话 他也是可能会做一个霞虎震荡 逢高去出货而已 那3658这支股票来讲 汉维科 那这来讲以前跟大家包括 他做一个相形性的区间 结果虽然做一个小多头 可是没有过这边的高点 表示说他还是非常非常的弱势 也就是说 因为他弱势的原因 如果说他未来 没有突破相形的区间 还是在这里做相形区间的震荡的话 或许他未来的股票 也是有可能从高载下以后 这边做一个中继式的整理而已 也是趋势 也会持续的向下走 那大陆来讲话 上次跟昨天大家包括上阵2X 00633L 这个还是符合我对指标上的第一 多方指标 红色部分 红色部分 零周以上 由于他的位阶是比较低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话 如果持有这个股票的话 可能短时间会到这方面的压力 跟这方面的压力 不过也不用期待 大家股市会涨很多 市场有一个小波当的行情而已 最近大家包括了00637L 也是一样的意思 由于他也是属于他的幅度低 基期比较低 短时间有一个上涨的空间 那上涨的空间 就是因为我对他的定义 就是属于 红色部分 红色部分零周以上 只要符合我对他的定义的话 就有可能 非常有机会 再持续向上攻 但是来讲话 他不是会非常飙的股票 也就是说 他能够慢慢的还涨 进入这个盘整区间 将这个压力突破的话 可能他会有持续向上找的空间 那这次跟大家报告的是 因为台湾股市 将来股市有点下跌的危机 我们为了避险 所以做了00632RLA R的这个股票 就是T50反应的股票 基本上来说 之前在这边的时候 我已经跟大家报告 他这个时候 我更请大家卖出 因为那时候是大盘在大跌的时候 我曾经有跟大家介绍这只股票 那这时候跌完的 跌到这幅度的时候 他又符合我对他的定义 出现红色部分 红色部分零轴以上 本事说 大盘短时间 会有拉回的危机 那拉回危机的话 如果他还是去出现的 红色部分马上涨的时候 那大盘可能就还是会有跌势 以上就是我的分析报告 谢谢各位